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系演播室的嘉宾 她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医疗救助部部长任女士 那么长期跟踪我节目的很多朋友 大家对任女士不陌生 因为任女士曾经和我做过两集关于中国医疗保险 医疗救助和中国医保话题的节目 那么今天把任女士再次请到演播室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大家看到了现在在中国大陆正在热播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 那么《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跟任女士有什么关系呢 我现在明确的可以告诉大家 整个《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 它所反映的只是中国在医疗救助 尤其是通过这个一个慢力白血病的药品 《格列卫》在电影中叫《格列灵》 以这个药品所展开的人物线索的一个故事情节拍的一部电影 它只是反映了实际生活中一部分内容 可以说任女士 她就是整个这个影片 在贯穿这个影片里面所提供的各种背景资料 她就是这个里面长期和很多志愿者一起为了保护那些癌症病人 那些白血病人能够延缓他们的生命和政府做的各种抗争的 一个其中志愿者团队里面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今年三月份 我和李一平还有原乡居士发动了一个叫全民共振的行动 那么全民共振三剑客之一的原乡居士 它就是我不是要成这部电影里面的这个刘牧师的原型 因此无论是原乡居士也好 还是任女士也好 他们二位对这个电影都有着非常多的详细的了解 和对这个电影里面的各种背景的资料 以及这个电影背后的内幕他们了解的非常多 所以今天我把任女士再次请到演播室 就是请任女士给我们大家讲述 我不是要成她的电影背后的故事 任女士有请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又回到这里跟大家探讨中国的医疗问题 这一次的背景源于我不是要成这个电影 很多人看着这个电影是哭着走出电影院的 还有一些人就是在电影院里沉思 不愿意出来 但是我想没有人比我们这些人有着更不一样的体会 电影播出以后很多人 很多朋友 国内的朋友 包括患者 包括志愿者 包括医生 包括曾经跟我们合作过参与这件事的朋友 他们就是用各种方式给我发来了一些信息 然后有的是打电话 几乎没有一个是不流泪跟我说这些话的 我内心是其实是真的非常的复杂 因为这个电影播出本身对我们来说 它其实是一件好事 如果没有这个电影 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有我们这样一个团队 也不知道有我们这些团队 这些成员他们都遭受了什么 但是电影 它毕竟是电影 它进行了艺术加工 为了通过审核做了一些修改 然后有一些东西并不是真的是那样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说他们为什么给我联系啊 包括这些患者 包括这些志愿者 他们就是希望我在海外还能给他们发声 还能说出一些真实的情况 就是说里面的那些环节 里面的那些情节的设定 它究竟是真的 还是虚构的 哪一些东西是真的 哪些东西是虚构的 特别希望我来替他们说一说 所以我非常高兴又回到这里 给大家来讲这个故事 虽然我们说电影是一个故事 但是现实往往比电影要残忍的一百倍 因为北京儿童医院学业科的主任 曾经就在他的微信圈里就说过 你们如果觉得这个电影过于写实的话 那我只能告诉你 现实的情况比这里要残忍一百倍 首先我不满意的是什么 我不满意的是 整个电影的主旋律 这么 就是说大家所遭受的这些痛苦 大家最后流了眼泪 这个眼泪来源于什么 大家 电影里是说 哎呀 那个无良的药伤啊 在现在说的是 大家都知道是说诺华 甚至把诺华的高管也扒出来了 狠狠地骂了一通 说这个无良的药伤啊 你们把我们的病人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我在上面的两期节目里已经说过 是无良的药伤把你们推到了这个死亡的边缘吗 根本不是 我也一字一二三 再二三地颤明我的观点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从来就没有说药商药把人怎么样 中国政府打着保护专利权的名利 在摧毁着这些药商的专利权 我们都知道研发成本非常之高 我们买到的是第二粒药 第一粒药它几十亿美金 不错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定价如此之高 真的是药商头脑发昏吗 谁都知道中国的人口基数有多大 十几亿啊 韩国定价是多少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定价是多少 大家也知道 上次我都说过了 美国人口有多少 中国人口有多少 美国是什么收入水平 中国是什么收入水平 中国的进口药的定价机制 一直都是备受诟病的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就是就像我上次谈到的 这个全世界的定价机制是怎么样的 有市场定价呀 政府知道呀呀 最高零售价等等各种机制 中国的机制就是一个灰色的机制 让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触碰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外企要进入中国 他一定要先在中国设立一个分公司 这也是前不久 大家把这个诺华的总裁给扒出来了 说他是刘仁华的儿子等等等等 所以说他的整个的定价机制 完全是由中国政府来操纵的 他们的中间环节的灰色地带的收入 他们要支付给国家的这份收入有多少 据有的人说是30% 就是说你的这个要价的30%的一个流通成本 是都是给政府了 有的人说没有1000万 你甭想进中国市场 这都是现实 但具体是多少 我们确实是无法得知的 2014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案例 但是这个案例报道很少 就是说有一些患者 饼肝的患者 饼肝还是乙肝的患者 我忘记了 他们把发改委给告上了法院 为什么呢 因为格兰斯 格兰斯 就GSK 英国GSK这个公司 它的两种乙肝的定价 远远高于市场水平 后来就有人爆出 他们这个30%的给了这个中国的发改委 或者是其他部门来把这个价格抬得这么高 所以他们就致函 这些患者联名致函发改委 要求公布这个 这两种药的一个定价的一个构成 结果过了30天之后 这个发改委给了一个函 说这个是属于机密 商业机密 我们不予公开 后来他们就把这个发改委给告上了法院 但这个案子肯定是不了了之了 就是说你普通一个民众 你是没有办法知道 你这个药的定价来源于哪里 到底是什么不知道 然后现在你 是不是出现了这种问题 大家看不起病了 吃不起药了 把所有的所有的一切的矛盾转嫁给这些药企 对 这就是说这个电影里面 他把这个整个给老百姓造成老百姓 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这个根源 他把它定在药商头上 他不敢定在政府头上 这是这个片子里面他转移中国现在矛盾的一个根源 那么当然了电影他用艺术化处理 可能他直接如果是把这个根源定为政府的话 弄不好这部电影就拍不出来了 我想任何一个有头脑分析的人都知道 在中国所有这个药价的定药的根源 这个罪恶的来源 它一定不是药商 因为把药商定为一个人人都可以吐骂的靶子 好像患者吃不起药 都是这些黑心商人 这是电影里面他转移这个矛盾 为共产党叫好 为中国政府转移矛盾的一个方式 我们不排除可能电影的制片方 编剧方 他为了能达到这个电影能够供应 所以他不得不采取转移矛盾的方式 但实际上这个电影里面让很多不明就里的老百姓 他们认为真的是黑心药商 我告诉你 在中国只有黑心政府 没有黑心药商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知道的这个曼里白雪冰这个制药的这个公司的总公司 它的研发的这个研发的总公司是在瑞士 这个瑞士公司 它曾经按照两万五千元一瓶的这个格列味的这个价格 以两万五千元一瓶的这个单价 一共提供了提供了74亿给了中国政府 给中国政府干什么 这个74亿的药品 让中国政府完全免费发放给所有的这个已经患有曼里白雪冰的患者 它是交给了中国的叫中华慈善总会 但是中国政府的黑心啊国际社会援助的无偿援助的这些免费药品 他们一瓶都没有发给老百姓 而是他们用四万块钱的价格卖给老百姓 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黑心和中国政府的残忍 他们才是真正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罪恶的根源 对因为电影播出以后很多大V啊 他们就是在网上就有一些评论 就是我我不得不说的就是说有一些大V就是可以说是昧着良心 说一些让人不齿的话 因为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一些话可能你说出来是要有要负一定责任的 可以无知但是不可以无耻 然后说中国政府在为老百姓做实事啊 在不停的谈判啊 降了关税 然后跟这个药商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啊 把这个两万多的药现在降到了一万多 没错 现在这个药格列位是一万多块钱一盒 但是您知道刚刚进入的时候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 不得不定价两万多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去找各种各样的基金会 因为曾经找过中国红十字会 所以我知道后来是慈善总会接的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赠药的项目 赠完药之后 三加九的赠药 赠完药之后这个药的价格是七千多块钱一盒 他们有病吗 去花这么定这么高的价 然后回过头来再定 把这个去赠 把这个药的价格降到了七千多 赠药不是这么简单的 在中国赠药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首先你要找到有资质的基金会 基金会理不理你还两说 不管你是不是什么进口药企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有多么有势力的一个企业 在中国的政府的眼里 什么都不是的 为了赠药 他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因为你要设定一个专门的项目办 要支付这些人的工资 然后要去跟各个医院谈判 跟患者要进行沟通和交流 费着这么大的劲 就是为了把这个药的价格降到了七千块 他们这是他们自己主动要做了一个事情 你现在告诉我说 政府克服了重重困难 把这个药降到了一万多 你还要克服重重困难吗 你根本都不需要 谁都知道什么企业到了中国政府那里 狗屁都不是 你要想定多少 就是你自己说了算 你想让百姓吃得起 就非常简单 你不想让他吃得起 没有一个人吃得起 所以说这种转移矛盾 在我看来就是因为 现在中美贸易战 中国处于下风 然后用这种方法 让大家都觉着 就是说这个美帝国主义又在给我们找事 一直以来都是找事 你们看不起病 就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要吸你们的血 到底谁在吸你们的血 我一在耳在耳上说 可以用脑子想一想 谁在吸你们的血 有病没有药是天灾 有药买不起就是人祸 我们很简单 你看我不是药城上面 有一个经典的台词 叫做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于死 而是药在那里 我买不起 中国可以讲90%以上的家庭 离一贫如洗 只有一场大病的距离 因为中国政府 我多知过 他就希望老百姓的叫贫病交加 不管你这个家庭是富有 还是属于中产 还是属于就是贫穷 无论你是哪种状况 政府一定什么 一定不能解决你们的医保 一定什么 要让你们有一天 当疾病产生的时候 通过你的病来洗完你所有的钱 然后让你所有老百姓在贫病交加中 在你每一个老百姓 恐惧着自己未来的病痛 所以你只干什么 挣一点钱存在银行 存银行干什么 存银行看病 我们中国人经常笑话老外 他的银行卡都没钱啊 他们这个卡都拿出来 你存款平均存款 美国平均存款一张银行卡上连一千美元都不到 美国人要存钱干嘛 美国人养老有国家全额负担 美国人看病有政府全额存担 美国人如果他自己只要按时交纳他自己的社保 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他既有养老公司也有全民医保 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要钱干什么 人家每个月用的钱就每个月用掉 所以人家生活做得非常的丰富多彩 因为没有闲钱可以放在银行 有钱今天就把它享受生活了 中国人呢 中国人钱就要放在银行 放在银行干什么 等着将来看病 但是你觉得存多少钱够你看病了 我可以讲 存多少钱到最终的结果都是 你把你的钱洗光了以后 然后你没有挽救你自己的生命 因为所有的人就是看完这个电影 大家的感受就是说没有没有钱治病 没有钱治病这个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以如此惨烈的情况 惨烈的场景 就是说用钱来买命这个情况 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 很多人因为病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这么重的病人 你过多后多少你身边会有 就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 谁都知道在中国看病有多难 没有在北京的朋友没事可以去北京儿童医院西门看一看 遍地的帐篷 前一阵子 去年中国北京驱逐低端人口 然后不让这些 就是地下室都不让住人了 以前这些患儿的家长都是住地下室的呀 便宜呀 现在地下室都不能住了 只能搭帐篷 现在没有记者去采访他们 我我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患儿群 我的群里成百上千的患者 你每一个患者 每一个患儿的家长拉出来 都是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手机里都有 我的手机里就有他们的录给我们的音频 每一个你听下去 你都忍不住要泪流满面 我是白血病患儿 陆河阳的妈妈 孩子今年9岁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2014年6月份初次发病 2017年11月份复发 初次发病的花费在54万 复发以后至今花费了67万 总共花费了121万 虽然国家规定的报销比例是35%到45% 但是因为我们化疗的时候 还有抗感染的那些用药 很大一部分都是进口药 不在我们的医保报销范围以内 所以到目前为止 加上上一次的报销 总共报销了24万 目前孩子在等待移植 移植费用最少需要60万 我们生活的县城是属于国家里的贫困线 孩子生病以后 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都已经接了好几遍 现在孩子需要股息移植 但是由于没有钱交警察的押金 孩子就只能在家等 医生已经退了好几次了 让尽快叫 否则怕孩子病情随时有可能反复 怕再次复发 2014年孩子初次发病 发费54万 医保报销加上大病 20报销 总共报销料13万 自负40万 孩子初次发病的时候 只有5岁 血量特别低 病情也特别的危险 在快疗期间下了几次的病毒通知 但是孩子都挺过来了 由于快疗期间 肝脏受损特别严重 大发疗结束以后 在为期一年的为期治疗过程中 孩子也突然爆发了急性肝衰竭 在住院 输液保干一个月以后 由于花费太高 孩子病情慢慢好转了以后 就转到我们县城的医院 用来薪液保干6个多月的时间 2017年11月初发以后 到现在6个半月的时间 我们已经花费了6.7万 目前就是医保保箱 还有大病二次保箱 总共保箱了11万 接触51万 由于它是复发的 然后化疗的剂量特别重 集中化疗料 同时大剂量的集中应用 而且在孩子血下 特别严重细致的情况下 强行的大剂量化疗 是孩子在化疗期间 恢复出现了严重的感染 高烧49天不退 每天输液都是在25平以上 最多的一天输液输了34平 两个手还有胳膊上 同时搭了三个输液 每天的分量都在1万块 而且输液的这些大部分的药 全部都是进口药 不在我们保箱范围 后来孩子的胃研膜 整个全部都脱落了 半个月的时间 孩子体重就瘦了10斤 虽然各种肺都瘦过了 但是孩子一直都特别特别的坚强 他也特别乐观 这样大剂量的化疗 成人都觉得特别特别痛苦 每次他发烧的时候 每次都昏昏迷迷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 一直放弃 其实嘴再疼未再疼 他总是忍着疼 尽量的吃饭 吃药配合医生的治疗 在这四年多的时间 特别是复发后的这六个月 独亏了我们的志愿者颜洁 给了我们特别特别特别多的帮助 还有支持 有时候半夜 孩子突然发高伤 或者突然出现其他的紧急的状况 医生不在 没有值班的大夫 不论多忙 不论多晚 颜洁 都第一时间给我回复 对我们的孩子 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接近一切办法 让我们少花钱 少走万路 让孩子少受罪 颜洁总是说一句话 能省下一百 能给孩子买很多很多好吃的 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严谨 现在孩子肺部感觉 已经基本上好了 然后移植前的时间 也全部都合格 做完化疗 到现在已经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主持说是进仓移植的最佳的时机 但是由于没钱 我没有办法进仓 因为计仓需要三十五万的押金 加上后续的坑干人 医生说最少需要六十万到七十万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们就只能在家里边等 孩子从生病到现在四年的时间了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早一点把钱凑齐 能够早一点把骨髓移植的费用凑齐 让孩子早一点能够进仓 给孩子多一点活下去的希望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状 不让你就是不让你看得起病 你跟我说中国的医保 很多人在下面评论说 中国的医保是世界最好的 我都不知道你摸一摸良心说这种话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有一点 这个话的人多半都是五毛 而这个五毛当他躺在医院的时候 共产党从他身上吸干他的血的时候 他就那时候他就再也不会讲是 中国医保是世界上最好的 我可以给大家披露一个最简单的数据 中国红十字会号召人民无常献血 2015年公布的数据 无常献血是多少 全国无常献血是四千吨 那么但是老百姓要用这个血不是无常的 红十字会把这四千吨的血 以煤两百毫升为一包 用两百块人民币卖给医院 那这个四千吨两百毫升卖两百元 存下来多少是四十个亿 也就是红十字会赚了四十个亿 无常的都是老百姓无常捐献的 那么这个红十字会卖在医院以后 医院卖给患者多少钱 医院卖给患者是五百块 也就是说他从红十字会 他从血仓拿过来的两百块一袋 他要卖给你五百块一袋 他赚三百块 那么同样是这个四千吨血 那么医院里面获得的总收入是六十亿 也就是医院加红十字会 在患者头上拿到了一百亿 这就是惊心触目的数字 这谁是吸血鬼 谁是捆绑在人民身上的马黄 你还看不清吗 刚才建民老师说到了献血的问题 我想说的就是建民老师 你跟其他的很多朋友一样 就是再一次被中国政府给蒙蔽了 这个问题其实他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北三环有一个楼 叫北京红十字学业中心 学业中心前面灌上红十字 大家都以为这个学业中心的主管单位 是中国红十字会 北京红十字会 因为我在红十字会工作了这么多年 这个事情我们是知道的非常清楚的 红十字会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它就是一个宣传 宣传的时候你们需要大家去献血了 然后告诉大家这是红十字会的学业中心 其实这个楼它整个的管理权 人事财务等等都是归北京市危机委 也就是说归北京市政府 换而言之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学业中心 它的主管单位是中国政府 不是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在这里面只是起到了一个宣传的作用 就是说红十字会它特有的品牌 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特有的品牌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献血 这个事务都是归红十字会管的 但是唯独在中国 红十字会在学业中心这件事情上 真的是没有发言权 它就只是说我号召大家去献血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利用红十字的品牌 让老百姓去献血 但是真正的管理权 包括任何的操作权都不是在红十字会的手里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还想再跟大家更正一下这个事情 包括建民老师您刚才说的红十字会是吸血鬼 但是我告诉大家真的不是红十字会是吸血鬼 你们的政府才是 对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是中共这个体制和中国政府 是因为中国政府它在它手下庞大的行政系统已经什么 已经把老百姓就当做猪狗一样在进行洗脑和挪化 所以说他们给老百姓制定的各种方式都是欺骗恐吓和威胁 他打到红十字会的名义显然就让老百姓觉得 哎呀红十字会很高商啊 我到红十字会去献血啊 献血很光荣啊 他不断的鼓励你去献血光荣 但是这个血液里面的管理它实际上是政府机构的管理 而管理这个机构它把这些血什么 是把它有偿的卖到医院去 而医院更是用高价卖给每一个患者 那么通过患者的买单使得这个本来是无偿倦限的血液 变成了政府牟利的一个工具 红十字会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宣传作用 因为我最初参加的志愿者一个民间组织里 就是有一个这个血液的宣传 腺血宣传和肝细胞宣传的一个志愿者团队 所以我对这个事情非常了解 大家都是有了怎样的热忱去推动这个事情 这也是志愿者在整个中国医疗体系中 整个医疗的体系里站着不可或缺的一个作用 回到这个电影里来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成勇也就是陆勇 陆勇我说过陆勇是我一个朋友一个志愿者 我们认识十几年了 我们推动这件事情也是基于一个团队去推动 完全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我一而再的强调 不要把这个整个的行为去归结于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 现在政府好像在推这个个人平民英雄这个概念 因为转家矛盾嘛 现在你看政府多清明啊 在把这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患者打造成英雄 这个到底目的是什么 居心勃测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成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2006年的时候 我们召开过一个志愿者的会议 这个会议主题就是说 如何帮助目前眼下的这些大量的一个血液病患者 包括慢力白血病的患者走出困境 当时我们来自全国 应该有四五十个志愿者 骨干志愿者参加了会议 陆勇是其中之一 在这次会议上 陆勇也就帮是把这个药品的这个信息告诉了大家 从此这件事情就变成了我们 就是在推动的一个项目之一 也就是有了后来那些事情 就像电影里所出现的 这个就像电影里面 大家看到 原型陆勇在电影里面 他的男主角叫陈勇 就是许臻扮演的这个人物 你看他在这个推广 这个格聂林这个药时候 他有一个五人团队 他的五人团队组成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都来自社会底层 老吕是一个最后因为吃不起药 而死掉了这么一个孩子还幼小的一个年轻的父亲 那么惠惠 惠惠是因为年幼的女儿患上了白血病 他不得不到什么 到舞厅去跳钢管舞 靠他跳钢管舞 获得的收入来给女儿治病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黄毛 黄毛是一个得了白血病 然后被家人嫌弃 在一个屠宰场谋生的这么一个小男生 还有一个就是刘牧师 刘牧师因为自己本身有病 刘牧师在自己传道步道的时候 能够告诉和他一起患病的病友 通过精神上去安慰大家 告诉大家要忍住病痛 怎么共渡难关 但是刘牧师他的精神步道 他再怎么步道 再怎么去让大家精神上鼓励 让大家去想渡过难关 没有药都是个死啊 所以整个陈勇这个团队 引进印度格列林这个药的时候 他是给无数中国吃不起这个药的患者 带来了吗 带来了生命 有一个老太太不是拉住那个警察就说吗 我吃了四年 房子给我吃没了 家给我吃空了 亲戚朋友全部吃没了 我没有别的要求 我就是要活着 你让我活着不行吗 老百姓活着就是他最大的愿望 共产党就是不让你活着 至少不让你嘛 至少让你活着生不如死 要把你们所有的活捆绑在最贫困 最最不能动过的那个界限上面 让老百姓每天都感激着共产党的恩情 然后祈求着共产党能给他多报教一点 然后每一个家庭都死死的挣扎 在他们的这个贫困线上 对所以说很多患者他们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都纷纷就给我发信息说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我不是药神 我们都觉得你们真的就是要神 几乎每一个患者都是这么跟我们讲的 我说我不是 我也不是我一个人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志愿者 他们受到的打击 他们受到的迫害 都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你们现在大家都都发自内心的感激 说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你们你们就是我们的神 他们遭受了什么 现在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国家把这个电影放出来 还不然后同时也推出了当时 一阳公安一阳市检察院的一个 不起诉的一个决定书以及示意 表现出了一个宽宏大量的一个态度 然后让大家感恩戴德说 你看他触犯了法律了 我们都没有起诉他 我们多我们这个国家多么人性化呀 我们的法律 我们的这个情是大于法的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你的情真的大于法吗 我们有多少志愿者 现在还在你们的迫害之中 或者已经受到了你们迫害 我的手机里有一个录音 给大家听听 这是一个被迫害的志愿者的家属 就是流了眼泪录给我 我也是曾经的一个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家属 我想把这件事呢 让更多人的也知道这个真相 我希望呼吁中国能够对这个红十字会志愿者 能够有一定的保护和更多的理解 因为曾经家属也是吃这个隔离味 就是印度的这种防治的隔离味 它被称为假药 但是确实是能治这个病的 当时因为买不起那四万多一瓶的那个月的药 所以就吃了印度的这种药 还有很多患者呢 也是要吃这种药来维持生命的 当时我的家人吃这种药 就是一直康复得很好 所以呢 我家人也一直在帮别的患者 在买这种药 在买这种药的同时 也在帮助患者 从事这个信心 让他怎么样对待癌症 怎么样去有良好的心态 如何用好的饮食啊 包括怎么康复 我的家人都非常耐心地帮助他们 甚至有的人就是也是吃不起 当时我们也是在帮助他 我们真的是抱着一种 就是不能见死不救的这种心态 去做这件事 当时我也非常 我当时还曾经阻拦过他 我说你不要再做这个事了 很危险 毕竟国家现在不支持 虽然都是说这个非常合情合理 但是他毕竟不合法 但是家人也没有听 他一直还是做这件事 后来他就是一直做这件事 包括做了一些很多的这些 花费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世上 就是帮助患者能够买到这种药 同时也帮助患者怎么去建立信心 相互他们也有一些微信群 不是那时候还没有微信群 那时候是QQ群 在一起讨论 在一起就是说怎么样能治好这些病 有一些什么 当时有一些 包括有些什么的困难啊 大家都会一起想办法 有一些什么好的一些心得 也都会分享 所以也挺感人的 当时我觉得这件事情 确实也不是特别坏的 所以我也没有太阻止 然而却没想到就是警察 却找到了我们 当时警察找到我们的时候 我正好也是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 那个孩子时候在非常非常小 然后当时因为没想到事情那么严重 所以就孩子当时 我就跟家人一块陪了他出去了 因为我不想让他因此 再被判刑啊 或被抓起来 所以孩子留到家里了 孩子留到家里 孩子就受到了惊吓 孩子至今都是 精神上我都觉得 他受到很大的一个刺激 从小在语言方面都是落后 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孩子 然后我的那个 当时我也正好也怀孕了 当时因为种种的原因 也没有办法把那个孩子生下来 最近也觉得特别 对不起那个孩子 然后这都是非常真实的事情 其实很不想说 但是就是最让人难过的是 当时因为母亲那个患病 非常已经在昏迷状态 眼睁睁的就在 警察也是在找着我们 然后我们也没办法去看母亲的最后一眼 所以特别残忍 至今也觉得这件事非常地遗憾 然后所以说这个家庭 不但是一个患者带来的伤害 同时这一个患者给整个家庭带来一个灾难性的一个负担 但是这件事的本身初衷并没有错 因为他必定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当时我就记得特别深刻的一句话 他就说我不能牵死不救 所以我觉得至今想来 不管错与对吧 我觉得至少 至少这个印度这个药 确实是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所以就是也是呼吁中国能够在这个医保方面 能够给予穷人更多的一些 能够给穷人更多的一些好的政策 让穷人能看得起病 能治得起病 也同时希望这些志愿者能够早点回家 因为我听说身边的一些朋友 他们还在躲得起来 因为这些事情还会受到法律的一些制裁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的初衷也都没有害人 都没有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们也都是秉承的去救人的这么一个原则去做的 我希望他们能够平安的回家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自由 这个志愿者被迫害到什么程度 当时就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这些药物 参与了这些药物给他的这些病友们销售 就是替他们代购 然后就被一个江苏省 你们江苏省的一个公安局 我现在不想说是哪个事了 他自己心里清楚 追捕 一二三三的追捕 当时孩子 他的孩子只有八个月 他老婆还怀孕 二胎子怀孕期间 东躲西藏 我们带着他 北京的郊区都走了遍 然后东躲西藏 他的妈妈因为受到了警察的迫害 然后就是不停的来去找他 然后他妈妈是个癌症患者 然后病危 警察就是守在病房门口 等着你这个儿子来看呀 等着你的儿子看了 我们来抓你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 我们是用了各种方法 我们把他化妆带他进去的 然后很多很多亲戚把警察调开 我陪着他进ICU 你知道吗 老太太是弥留知己 弥留知己 我和我们这个志愿者 我们两个人的眼泪 留在他的面前 他当时已经昏迷了 手稍微动了一下 他去握他妈妈的手 轻轻动了一下 可能就是告诉他 他儿子回来看他了 我们想在那多待一会儿都不行 因为我们不知道 把警察调开了多久 就这么 我硬把他拉走 拉走之后 然后把他拉出了病房 没多久他妈妈就去世了 当他知道他妈妈去世的时候 我们把他当时 藏在一个北京郊区的 一个学校里 他在那里当老师 跪在地上大声的痛哭啊 这就 他没有做 他就是说 他当时在那拼命的嚎叫 说我没干什么会 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报应我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应他 这就像电影里面 当时这个黄毛被死掉的时候 这个主人公 就徐贞扮演这个陈勇 拉住那个警察就说 他要活着他有罪吗 他不就是为了活着吗 像你刚才讲的 这个志愿者就是这样 他仅仅是为了自己活着 或者自己患病的儿女活着 或者是他为了帮助那些想活着的人 他有罪吗 但是在中共的眼里面 你活着就有罪 你活着就要感谢中共 中共随时可以不让你活着 包括前一阵的记者他问我说 采访我说你们现在目前就是说 被迫害的志愿者被关押的被追捕的 或者是已经判刑的志愿有多少 我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数字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统计 这些数字北京 中国的公安他最清楚 不管是我们这个志愿者团队的 还是因为这个事情而被捕的 从来就没有一天而停歇过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破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的破案率可高了 真的是非常的高 有一点点蛛丝马迹 他们就能顺藤摸瓜挖出一个团伙 经常就是每一年被嘉奖的一定是有这种案件 他们包括扬州市 包括什么河北省 苍州市 还有等等 很多市 他们都受到了这种很大的嘉奖 升官发财 你以为你们做这些事就真的不报应吗 我告诉你 报应来的是非常快的 曾经有一个公安 他抓完我们的志愿者之后 没多久他就 这个志愿者他当时没有查到他有任何的行为 后来放了 没多久这个志愿者打算跟我说 前一阵抓我的那个经侦大队的副队长 他的老丈母娘得了肾癌 问我们能不能帮他们买到多吉美这个药 他说我心里特别的爽 他就说你们也要啊 他然后就他说我要不就不给他 我说不要这样就给人家吧 他也吃不起两万块钱一瓶的多吉美啊 你也吃假药啊 你就是公安啊 你干了这个事之后 你家人也得癌症了 你为什么就不说了 你现在不说那是假药了 然后私下里打电话给这个志愿者 他当时那个又哭又笑的给我说这个信息 我当时就想真是报应不爽啊 举头三尺又神明一点都不假 所以说 你在不遗余力的在宣传这个电影 然后搞什么平民英雄的时候 回过头再去看你们打压的这些志愿者 你们精神分裂了吗 你们你们把一个路勇给释放了 就是说把路勇捧成了平民英雄 我们其他的志愿者没有人知道 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 我所以我为什么一二三三的要说这个事 我就是希望中国政府 给所有的志愿者一个公平的交代 给人给所有的人 让所有的患者知道 谁在他们背后默默地支撑着他们的活下去的信念 这些人流血又流泪 这样的情况我是不想再看到的 这个是中国政府呢 他要维护他这个政府的这个官僚体制和他这个医疗体制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中国共产党他从建政以后 他对他整个统治人民制度 他有个贯穿始终的制度就是什么 老百姓不能太富 老百姓基本上要让他们处于这个贫困现场 让他们基本上处于挣扎的还处于没吃饱 会为争一点点口粮 让他们活在这个这个水平标准上面 他们就不可能有时间去关心什么政治了 关心国家发展了 关心民主了 关心个人 关心做人的尊严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他一向而知的就是一定要控制百姓的这个经济生活水平 而怎么控制呢 因为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 你单纯的如果是控制 每一家庭都让你收入很低 这个做不到 那么怎么办 病 因为你在富 你就逃不过一个病 你都有可能有病 所以让你们发财 让你们坑蒙拐骗 让你们把道德败坏以后 让你们道德无底线的生产各种毒食品毒空气 然后你们这里面不法商人和那些黑心的商贩都发财了 包括依附体制的这些中产这些妇人们都发财了 但是你再发财你都会生病 尤其生病这个问题 它不是你个人 你的家庭啊 妻子啊 儿女啊 父母啊 都可能有病 一旦有病就让你看不起 每一个赖于生成的药 它都让你完全吃不起 因为有的赖于活命的药品 我们举的格列位的这个例子是非常简单的 它是一个月要吃一瓶 一瓶要四万块 也就是说一年你要吃掉四十八万 那么片子中的老太太就说吃了四年 把房子吃掉了 把人 把亲朋好友的关系吃掉了 把家全部吃没了 那么老太太想活着 她才活了四年 老太太还年轻 她想再活四十年 你问问老太太拿什么钱去吃这个病 那么不是老太太一个人的问题 全中国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中共用这种方式它是控制嘛 控制你老百姓不让你太富裕 那么志愿者干什么呢 志愿者恰恰什么是希望那些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人 想让他们活着 所以志愿者来填补整个政府不愿意做的这个空白 大量的志愿者并不都是英雄 而什么仅仅是良心 是因为他的良心所在 他想让所有的和他一起有病 或者他看到的那些有病的人能吃得起药 那么政府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志愿者存在 所以政府一批又一批地抓捕志愿者 目的是什么 就是政府要继续保持他们统治的这个制度 使人民生活在平平交加中 很多人看了电影 然后好像最后打出个字幕啊 现在情况改善了国家重视了等等等等 会有一些好的说法 以为这个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就过上了并有所依的生活 事实上是这样的 我再告诉你一个信息 就是说你以为现在真的是说可以畅通无阻地购买印度药了吗 今年开始所有的中国患者往印度汇款都是汇不出去的 这个事情已经持续了两三个月了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有的人可能会说是银行的一个管控政策 因为我们都知道买药它其实没有多少钱 也就是几百美金或者是一千美金这个样子 它多次汇款应该是不受这个限制的 昨天因为记者已经采访到了国家的这个国家银行的高管 他们就说这是医疗卫生部门跟银行联合采取的一个私下里的一个口头的一个管理措施 就是说限制中国患者往印度购药这个行为 同时呢更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一周开始 印度的海关如果是说发现中国印度的药商往中国的这个患者那边寄的这个药品的包裹 必须提供完整的病人信息和汇款信息 就是说要中国患者汇款给印度的信息出现之后 备案这个药品才能发去 现在印度的海关积压了上百个 甚至是可能近千个这种药品包裹还在那里压着 就是说买不到 因为有一些患者已经就是打电话给我了 他们就是说很久没有没有办法收到药啊这个问题 这就是说他明里一套案里一套 他现在这个电影播出来了 他还在干这些事 但你不知道的 几乎这些不可能老百姓都会知道这么多的信息 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 在2015年的时候 当时陆勇被释放之后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说包裹 当时包裹到了北京海关之后 我们的患者去提包裹 他们要求出去处方 那好那出去处方 我说那就找医生开 医生开 医生不可能给你开印度隔离胃啊 因为那是假药 那医生就不想干了 会被吊销执照 他只能开甲黄酸一满替泥 就是开他的化学名 然后这个患者去拿着这个东西去海关 海关大楼 不知道在东二环还是东三环 去那边 然后说不行 你要开这个上面的名字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你开上面的名字 这个医生那肯定是不可能给你开 因为这个是没有进入到中国的一个注册药品 他不能开 他最多给你开诺华的那个隔离胃啊 他不能给你开威纳特呀 所以这个就取不出来 我有一个患者 是一个姑娘二十多岁 他因为十八岁得病 他一直吃了六七年了 他拿不到这个药 嘴都起泡了 急得不行 跑这儿跑那儿 跑医生啊 那开厨房 开完厨房去那儿又不行 不行又回去找医生 这样来来回反复 最后他就实在没办法 他在那个医药 他在那个海关那个大楼那儿 就打棍儿啊闹 他就希望他闹完之后 能把这个包裹给他 当时闹了之后 这个处长就把他请到他屋里来 他说姑娘 我说你不要为难我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他说你不给我这个药 我就死了 那你说怎么办 他说我 他说我给你 把这个包裹给你了 那很多病人都来找我要包裹 那怎么办 我这无纱帽就丢了 他说你也体谅我 我当到这个处长的位置不容易 他说我给你捐点钱吧 那个姑娘就把他给他捐了几百块钱 扔到他没药 他说我不需要你去给我捐钱 但是他说我如果我以后死了 我还死在你这里 我后来就跟他讲 你跟这个较劲是没有用的 当时就是出现了很多患者断药这个情况 这就是他们把陆勇释放之后出现的情况 现在电影播出了 又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这么干 当然有人说是要保护国产的这个仿制药 为什么让你吃国产的仿制药 我现在就告诉你 国产的仿制药效果不如印度仿制药 为什么 因为他的化学分子师的专利 已经到2013年到期 中国可以生产了 现在有三家企业在生产 江苏的两家 河北的一家都在生产 然后呢 但是他的晶体 就是生产工艺的专利还没有到期 印度Nektro那个药厂生产的 早就是β晶体 就是跟诺华一样 但是国产的只有两种 一个是M 一个是α 这两种晶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和流动性 都不如β晶体 所以为什么 我们有一些患者吃了国产的药之后 发现它的效果不如印度的药 咱会有改回吃 改回吃印度的 就是不愿意吃国产的 哪怕是进了医保或者怎么样 他们就是还是 因为感觉就是不好 所以 现在他们就是有的说法就是说 国家已经仿制了 也进医保了 你们不要再吃印度的了 你管病人愿意吃什么吗 你用这种行政的手段去干预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只要是病人为了自己的活命 干了一 做了一点点事情 国家都要想办法去打击 并且各部门啊 他没有一个部门可以做到 一定是各个部门 海关啊 医院啊 卫纪委啊 什么发改委啊 什么部门 他都来了 包括公安 他们都上了 就是说你只要为了你自己的生存下去而做了任何努力 在他们眼里看过去都是不可以容忍的 所以我们全民共振团队通过这个节目是警告中国政府 希望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所有重症患者的迫害 停止对所有志愿者的迫害 而且中国政府必须停止你们这种极权医疗 是因为极权医疗制度侵占了百姓的医疗资源 所以让老百姓根本就看不起病吃不起药 那么我们海内外所有的同仁都要呼吁和推动中国的这个医疗制度 能够让老百姓实行全民医保 尤其要鼓励民间自保自助推动中国的医疗保障 使得老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药 因为老百姓活着不是什么奢侈 老百姓活着有罪吗 中国政府就是利用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权在打压老百姓 在控制老百姓 在维护他们这个专制政权的延续 对所以我一直就像我上次在节目里说的 然后特别想做的就是说让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医保吧 我们你们国家如果不愿意给我们百姓 不愿意给我们老百姓活下去的路 让我们给自己一条路吧 我也就是说一直就是想通过建民老师你们这个平台 然后我们想发起我们自己的一个全民的一个健康计划 或者是全民的医保计划都可以 我们需要大量的人加入进来支持我们 我们需要志愿者 很多人然后看到我节目之后就问 别的不说了你们需要志愿者吗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一个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 为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来努力 对我们至少是可以通过民间的医疗救助 民间的志愿者 大家结成的医疗救助联盟 来通过我们自己找到的各种 能够替代被政府控制的黑心药品 替代药以后 让那些吃不起药的患者能够活下来 能够在我们的志愿者团队里面出现千百个 像陆勇这样的人 最终使所有的患者大家共度难关 感谢任女士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任女士跟我们披露了那么多中国医疗界里面的很多黑幕 我们希望所有的中国人 那些有良知善良的人 都能够团结起来 组成一个医疗互助的联盟 来救助我们自己 不要期待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是虎是狼 只会把你们当猪狗吃掉 只有我们平民 我们这些草民们联合起来 总有一天 人命的力量 会推翻这个无耻的政府 让我们一起努力 感谢任女士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再见